记者谢界与南投报道,瓦斯外谢意外又一桩南投县竹山镇家政四项,今日上午发生一场民宅火警,当时印尼籍女性看护正在厨房煮稀饭,突然听到嘶嘶的声音,随后瓦斯炉便窜出火光,虽然该看护及时关闭瓦斯并将火势扑灭,但也不慎造成头部、手脚等多处被火烧烫伤, 信送医就职后,已无大碍,南投县消防局竹山消防分队表示,今日上午九时许,监获通报该起民宅火警案后,便火速赶往处理,结果一抵达现场时,火势已被扑灭,尽管雇主已先帮受伤的看护涂抹烧烫伤药膏,但看护仍觉得十分疼痛,消防人员遂派救护车将人载往竹山秀纯医院进一步医治, 消防人员深入火场会看调查后,初步研判,该起火警极可能与瓦斯管路老旧或吹事不甚有关,还好仅除方部分流理台受损,可说是不幸中之大幸,因此呼吁民众应养成定期检查瓦斯鲁管线的好习惯,才是避免意外发生的最佳之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